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我们刚刚谈到在相知的过程当中 首先很重要的 我们自己要自知 在目前求学的阶段 适不适合谈感情 而在求学阶段最重要的 是成就学业跟道业 而唯有你有成就你的道德学问 你才懂得如何去选择适合你的对象 甚至是好的对象 假如我们还没有那种修养跟学问 那很可能都会看不清楚 所以俗话说的龙交龙 凤交凤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到底智慧到哪 你应该是先提高智慧了 才去选择终生的伴侣 而不是现在没有智慧呢 就急着乱抓一把 结果最后抓到什么 我不知道啦 是吧 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太早谈恋爱 最后结局好的很少很少 人生要理智啊 人生走 要走的能利益自己啊 也能利益别人啊 所以那一天我们提到的 一加一等于多少 不是只有一个标准单 你可以填一加一等于零 一加一小于零 一加一大于一 一加一等于二 一加一大于二 一加一等于一 一加一等于无限大 可能大家都给我讲懵了 好来我们现在来解这一题数学题 一加一等于零是什么情况 本来双方都有一个人的力量 结果两个人一融在一起 力量全没了 瘫在地上 每天就是你浓我浓 啥事都没得干 这个叫一加一等于零 再来一加一小于零呢 合在一起 变成每天挥霍 拿着父母的血汗钱乱花 不只没有发挥一个人的家庭社会力量 反而是负面的价值 等于小于零 去年二月十四号情人节 其实情人节 什么才是有真情真义的人 他必然是有孝心的人 孝心是仁爱心的根本 所以论语说 孝替野者其为人之本鱼啊 人爱 一个人会不会爱人 先看他孝不孝顺 他连父母都不爱了 他怎么去爱他人 连对他恩德最大的人 他都提不起道义 他怎么可能会对其他人提起来 所以刚刚问大家一个问题 他追了你三年 嫁还是不嫁 刚刚大家已经清醒过来 说不嫁 那假如真的嫁了呢 会发生什么情况 今天嫁给他了 经过三年 你已经帮他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结果呢 突然呢 他又在啊 公共工作场合当中 又看到一个年轻貌眉 基本上呢 生了个孩子 过了三年 又是这么的辛劳 为家庭为孩子付出 难免啊 这个皱纹会出个两三条 有没有 你们都还没经验 这个时候又没有SO2 不是 看得出来我对这些东西很陌生 是吧 这个时候 假如他又看到 他是因为我们的美色 他为什么追我们三年 因为我们是台大的学生嘛 因为我们以后出去工作就很保障嘛 通通他都算好了 掐指一算 核算 所以追嘛 所以他追呢 不是道义的人生 因为他对父母不孝嘛 不是道义人生嘛 他是厉害的人生 好 你三年前年轻貌眉 又是名校毕业 又有好的工作 这个是有利可图 三年以后 他又想要一个更年轻貌眉的 你从利变什么 他的心性你要看清楚啊 道义是越沉越香啊 越感恩对方 而利害是随时会变 靠不住啊 好 从利变害了 害要怎么样 大家读过周储 除三害也没有 这个时候害可能 他的心里就只有 谁挡住我要的 我就把他给 推开 好 除害哦 你看这个动作 请问今天去离婚的 有多少了 不得了啊 现在台湾的离婚率 居然2.2对 就有一对离婚 我们是从事教学工作的人 听到这个数字 非常的难受 我们看到很多孩子 行为比较偏颇 都是因为家里 给他的爱护跟照顾不够啊 所以我们不希望孩子的人生 是走向这样的情况 他就要有稳定的家庭 好的夫妇关系 可是现在呢 变得离婚率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还没走上婚姻 一定要认识清楚 是走道义的 还是只是外在的厉害而已啊 以利交者 利尽而交书 以适交者 适亲而交绝 以色交者 花落而碍雨 以道交者 天荒而地老 要听老人眼啊 一段话都点得很清楚啦 我们看 以利交者 今天谈的这个对象 是因为他们家有钱 娶他的女儿很好 但我们了解到 当你是用钱去娶一个太太 他一定会觉得 是我们家有钱啊 让你沾光 你看 你看取过来 他能够不骄傲 能够不跋扈吗 你能够不看他脸色吗 所以这个基本上呢 用利害来交往的时候 就不可能是互相体谅 互相无私的付出 到最后 你是因利害 那个很靠不住 随时会变化 当然离婚的就高嘛 所以我们现在离婚率 它是一个结果 原因在于 我们面对婚姻的心态错误了 建立在利 建立在相貌女色 容貌上 这个都靠不住啊 所以今天以色交者 今天是因为 对方很有权势 跟他交往 但是假如他权势 突然 他公司倒了 他权力没有了 这一段情谊 就不见了 所以很多人 他权力很高了 要虎扬威 结果当他官位没有了 本来是门庭弱势 一下子就变成 门可罗雀了 有一个男子 他交了一个女朋友 后来又看上另外一个女子 而这一个女子的父亲 是一家医院的院长 而且那个医院还办得挺赚钱的 说实在的 一听到医院赚钱 我都有点害怕 因为医者的心 是希望病人以后不要再来了 而不是想着我业绩要再做大一点 完了这个颠倒了 但愿世间常无病 哪怕跪上 哪怕我的药柜里面的药 通通已经被黄土给埋过去了 哪怕跪上药生沉 生了尘埃 我高兴啊 没人生病啊 我们每一个行业最重要的精神要抓到 老师是座育英才啊 不是拿来收补习费的 律师是为了社会公益能化解冲突啊 而不是要师费能 律师费能够收很多啊 包含医生的职责 公务员的职责 政府官员的职责 要记住孔夫子的话 君子欲于义啊 我的道义是什么 我的责任是什么 小人欲于义 小人只想着 我在这个行业能赚多少钱 那你都想着赚钱 那道义去哪里了 都会把我们每一个行业服务人的精神 给糟蹋掉了 当社会大众觉得说 哇这个老师补习费收很多 你拿到的只是有形的钱 你侮辱的却是几千年文化的顶梁柱 师到啊 那个之后的 所负的 这个社会责任 那没有办法用钱来弥补它 所以人生真的是要道义 人生才对 而这一个男子呢 他起了坏的念头了 我现在这个女朋友又没有什么钱 又没有什么势力 就把他抛弃了 而他的亲朋好友 对他这个行为啊 都觉得很不能接受 很瞧不起他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耗鸣 耗力的时候 很可能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 早就已经慢慢疏离我们了 我们还自得其乐 觉得获得了东西了 结果后来呢 真的被他给追上了 然后那一家医院呢 又收入挺可观的 当他还在那里沾沾自喜的时候 突然呢 事情发生了 他的岳父 就是这一个医院的院长 这个因为用药物啊 这个获取了很多不义之财 跟药商啊 都有很不好的勾当 所以被政府给发现了 把这个院长啊 就关到这个监狱里面去了 然后他的女儿 也同样参与其中 所以连他娶的太太 也都进京一区了 结果他什么呢 都没有获得了 然后一回头 所有的亲朋好友 都瞧不起他 所以以色交者 视清而交绝 再来以色交者 花落而爱于 今天是因为美色 去吸引对方了 改天也会因为女色啊 对方就走了 这个于就是改变了 应该是要致死不渝 可是那是建议在道义上面 好 所以现在 这位男同学 我们以后找对象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你们一定会回答 德行 但是心里面还有一个舍不得的答案 就是也要长得不错 所以人要放下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我们女子也要来思考一下 当男子都是看我们的面貌 其实他的深度够不够啊 看人要看心地啊 他深度够不够 他深度都不够 这样的眼光能够撑起一个家庭吗 可以撑起一个家庭的幸福吗 他看得太短浅啊 而且我们在冷静 今天当对方看你的美貌的时候 他看你的心 是善心还是恶心 是尊重你的心 还是有所目的的心 这个我们都要明明白白啊 你用美貌吸引他 他那个就是欲望的心 那你就是以色交啊 以利交啊 可是当我们的整个呈现 是一种气质 是一种内恋 是一种这个美德 他看到你是一种尊重的心 就像前几天我们说的 可远观而不可泄万烟 你穿得非常端章 反而让对方是非常尊重 而今天我们女子有一个迷思 好像别人多看我们的 就是尊重我们 其实当我们穿得很暴露的时候 已经把自己 落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了 所以当女子被轻慢了 女子被戏弄了 这个时候呢 不只是怪罪对方 有时候我们要反省自己 我们先自重 自爱了没有 女子要受人尊重 是要靠德行 绝对不是靠美貌 我们很冷静来看看 近代都觉得在 重视女权运动 重视了 那我们来冷静想想 三十年前对女子尊重 还是三十年后对女子尊重 我们不能争取半天的 结果反而是返效果 哇 我们冷静来看看 现在走在大街小巷 尤其是商业区 我们看到那个 很大的广告牌 很可能女子 占了很大的比例 请问 所有的广告牌 都是这个女子 穿得很少 在那里招手弄支的时候 是女子受重视了吗 是女子受尊重了吗 是我们女子被物化了 被商品化了 当这个情况形成的时候 男子看女子 能够用这个色的角度来看吗 你每天都是这些景象 在刺激他 所以说实在的 现在的男人也是很无奈的 是不是明明看到孔子说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还是挺想遵守的 可是呢 嗯 嗯 真的头都不知道要摆哪里去 怎么样都会看到 非礼物事的东西 所以现在整个社会状况 尤其穿着的风气 有赖于我们明白了以后 从我们自己 好好地来做起 因为现在大家都 随波逐流了 根本不知道 什么样是好的女子的风范 但只要有这个风范出来了 不只男子会尊重他 连女子也会尊重他 我相信在我们父母那一个时代 只要我们的母亲 她保留了这种传统的美德 一定赢得孩子跟他人的尊重 所以我们要的是实质的尊重 自己自重 人家才会尊重我们 所以我们不愿意再看到 女子被误化 而我们看到整个女子 受伤害的情况 节节攀升 所以这怎么是 女子更受尊重了呢 所以这一些问题啊 我们不深入思考 真的会被世间这一些 是是而非的观念 都给误导了 其实我们心里想想 我们内心里 只要想到家庭 都会觉得父母 对我们的恩德很大 而且当父母 恩德在较量的时候 父亲啊 都会很自然的 母亲比较辛苦 因为怀胎实业 又不是他怀的 而且那个整个孩子 小的时候那种 那种无为不自的照顾 都是母亲在付出啊 所以诸位同学们 所有的圣贤人 都是谁培养出来的 你们还怀疑吗 这妈妈培养出来的啊 所以古代讲 归捆乃圣贤所出之地 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 归捆是女子住的地方 乃圣贤培养的地方啊 那个整个胎教 所以你现在女子怀孕 脾气很大 这个孩子就麻烦啊 她出来脾气也大 有一个女子呢 这个怀孕期间啊 都打麻将 结果孩子生出来啊 晚上不睡觉 非得听到那个 咚 男 得听到麻将声啊 才睡得着 你看这个在胎中就 我念错了吗 是吧 所以这个胎教重要 而且那个时候呢 孩子跟母亲是一体的 那个连念头啊 都在影响小孩 所以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 今天天下要太平 首先国家要安定 国家要安定 首先家家户户要和乐 因为家庭是整个 社会国家的一个单位 一个细胞 细胞都不健康了 怎么可能人体会健康 而我们很冷静啊 我们这个民族 因为忽略了母亲的教育重要性 很多女子都出来工作了 工作没有关系 假如工作了 而没有办法照顾好家庭 这个时候就要取舍了 因为我们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这个家庭 越加的幸福 甚至于是这个家道 能够绵延传下去 假如我们忽略了孩子的教育 那不孝子孙出来了 我们纵使在社会再有地位 再有财富 绝不可能高兴得起来 很可能啊 你在人前啊 哇 都是刺叉风云 但是夜兰人静啊 都不知道要烦恼 孩子今天又会给我干出什么事情来 所以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 就是没有好的 有德行的下一代 所以我们的民族 忽略了母亲教诲啊 才短短二三十年 却从一个历史文化 智慧最悠久的民族 调到呢 自己华人评论呢 最短视的一个民族 短视到什么程度呢 短视到因为几千块钱 杀了自己的父母 杀了自己最亲的亲人 那不得了啊 这个在五千年的长河当中啊 真的是空前的状况 以前那几百年 有一个伤害父母的事件 都已经是震惊全国了 结果居然现在这样的新闻 已经不再是新闻了 我们不愿意看到 这个情况继续下去 我们希望它是空前 但是让它绝后了 不要继续下去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反思到 母亲的重要性 父母如何好好的搭配好 教育好下一代 不然我们的社会堪忧啊 真正什么是女强人 女强人不是跟人家比高下 其实说实在来 人生常常要去跟人增个高下 好胜者必欲敌啊 一定有人跟你在那里增个长短 你这个人生过程呢 对手一大堆 累死自己 也累死他人 所以这个墙不是强过别人 这个墙是能做世间最重要的事情 能做世间最难做的事情 这个才是真正的墙 我们今天纵使做到董事长了 那个名带不走啊 而我们能真正把下一代交成圣贤 交了一个范仲淹出来了 功德无量啊 那个对自己家族 以至于对整个民族的那种贡献 那不是一世啊 是生生世世啊 诸位同学们 一个范仲淹 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有多大 无法想象 这个好的家道传下去以后 所有的子孙效法 范仲淹先生 他的后代到清朝 这不到一千年的岁月 出了七十二个 部长级以上的官员 都是清廉游手 七十二个 你看对这几个朝代的 社会贡献有多大 所以我们都了解到 婚姻对家庭的重要 对社会的重要 培养出好的下一代来 这个时候就是 以道交着啊 天荒而立老了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今天我们是用利害的时候 这个离婚率就出现了 牵一发动全身了 这个离婚率 一定会无形当中的带动犯罪率 因为孩子没有好的家庭教育 当离婚率犯罪率高 我们自己啊 再有钱再有地位 也不可能生活的幸福 因为社会 因为社会治安不好 没有安全感 所以你看哦 我们选择婚姻到底是道义还是利害 都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往后的发展 好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道交还是社交 再来呢 这个自知呢 考虑到我们现在是一个学生 应该安住我们当下最重要的工作 中茂生博士 他在念大学的时候 他是在大陆的中山大学 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 那个时候呢 他也是有谈了一个对象 结果他的母亲啊 常常会跟他交流沟通 母亲告诉他呢 你现在的本分呢 是读书 先把书读好 这个对你现在很重要 而且你的人生啊 要看得很远 你以后呢 要 甚至要拿硕士博士 好以后呢 可以在学校任教 做育英才 有这样的定位 而且母亲告诉他 在学生时代谈恋爱啊 这个属于消耗战 大家有没有打过消耗战 看到大家疲惫的脸色 我看大家都曾经打过消耗战 什么消耗 金钱消耗 精力消耗 还有 时间也都消耗掉了 因为我们还没理智啊 我们整个价值观 都还没有稳定 那到底每天谈的是什么 是能互相成就 互相利益吗 还是在耗日子呢 然后该做的事情 都没有做 而且这个消耗金钱 非常的严重啊 这个情人节 去年 大陆的报纸报导 情人餐呢 从 两百九十九块人民币 人民币是一块啊 是台币四块 到三千九百九十九块 这个是 是那个情人餐的价码 我还听到那个上海的情人餐 一餐 两万块 真的糟蹋了 金钱啊 又不是把金子吞进去 两万块那个还吃得下去 我真是被他打败了 收拾到这种程度 结果呢 这一个报导 让我们最吃惊的是什么 是去吃情人餐的 绝大部分是在校学生 我们想想啊 他花的是谁的钱啊 花的是父母在农田耕作的血汗钱 他无重于衷啊 当你跟交男女朋友吃的是这样的餐 你还警觉不过来 还觉得他对你很好 那是我们欲令致迷啦 对方有没有实时勤俭 为他的家里着想 那个才是负责任的人啊 这要会干啊 不要只是他对我好就好了 在福建 有一个大学生 有一天打了一通电话呢 回家里 他们家是农村啊 经济很有限 在农村里面呢 大陆的情况呢 是把一个孩子送出去读大学 基本上他们家已经负债累累了 都是这样的情况啊 但是呢 这一些父母呢 咬紧牙关撑过去 而当儿子打电话回来说到 说爸 我现在身体不舒服 必须到医院去休养 医药费要 一千两百块 人民币 这一千两百块呢 也是不错的行业 一个月的收入啦 然后爸爸一听呢 孩子生病啊 非常的着急 赶快啊 去跟人家借钱 可是因为呢 之前已经 所有这个灵力相当都借过了 他又来借呢 人家都看到他都有点害怕 但是 又是因为孩子生病 有一些 邻居啊 还是勉为其难呢 拿了一些钱出来 结果绕了一圈啊 只拿到三百多块钱 父亲回到家里啊 眉头伸索 爷爷看到了 了解了情况啊 对他的孩子说了 说孩子啊 因为在福建啊 有一个习惯 就是先留棺材本 老人家上了年纪以后啊 先把自己的棺材买了 结果一看呢 现在需要钱 儿子啊 你去把我的棺材卖掉 凑凑钱可能就够了 结果一卖呢 勉强凑得一千两百块钱 父亲生怕会不见了 亲自送到学校去 结果到了学校呢 去找他的儿子 一进到他的宿舍 没找到他的人 问他的同学 我儿子在哪一间医院呢 结果呢 他那个同学讲 什么医院 你儿子哪有生病 你儿子现在跟他女朋友 去造艺术造去的 这个父亲因为几天奔波啊 一下子听到这样的情况啊 精神受不了 当场就昏炫过去了 后来这个儿子回来了 父亲也苏醒过来了 说你这个人 你怎么可以做出 这样的事情出来 他儿子呢 若无其事地回答他父亲 爸爸 我的同学都这样啊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爸爸也很无奈啊 能说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的 我们在消耗金钱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想到我们父母的辛劳 有没有想到长辈 这么多人对我们的支持 所以人生啊 不要做害己又害人的事 要做利己又利人的事 所以今天纵使呢 你看到一些同学觉得非常欣赏他 欣赏他又不用钱 是不是 而且你欣赏你赞叹一个人 会让他受到鼓舞 他会不断地提升上去 对啊 所有同学可以互相扶持啊 一起到图书馆去 组成一个读书团队来 互相成就 这样多好 干嘛要两个人陷在情欲当中 钱也消耗掉了 时间也消耗掉了 学业也跟不上来 那当初我们要利益对方 就没有办法实现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理智的面对非常重要 大家说 那我没有他活不下去啊 其实我们很冷静来想啊 痛苦从哪里来 他不跟我在一起我就痛苦 骗人 那没有他之前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是不是 再来 其实痛苦啊 跟别人都没关系 当我们很欣赏对方的时候 那个是很高兴的 每天看到他 哦他有这个优点 有那个优点 又读弟子规 见人善即师期 众去远以见机 你每天见贤师期 每天都有成长的喜悦 哪有痛苦 可是突然呢 跟这个同学相处了三个月 都是很愉快的 互相肯定 互相欣赏 突然起了一个念头 好啊 我要追他 从那一天开始哦 这个快乐变什么 变痛苦 没有让我追到 死不罢休 所以就开始在那里 啊 他又伤了我 我实在讲不下去了 因为没什么经验 你看那种情绪的翻腾 跟对方没关系啊 是自己的控制欲望起来的 占有的欲望得不到满足 还把责任推给对方 甚至于还拿着刀 要去伤害对方 要胁迫对方 鱼吃到了极处啦 所以真正欣赏对方 真正为对方好 会想着他现在还是学生 我们一起好好的 把书念好 而真的 你有这样的智慧 这样的修养 对方会更赶佩你 反而啊 你们往后 因缘会更好 所以人生不能只看到眼前啊 看到今天啊 能看到自己的未来 也能够成就别人的未来 要有这样的视野 好 这一题数学题 我们还没解完 一加一小于零 那就是就像刚刚的 都拿去造艺术造啊 花父母的血汗钱去了 再来一加一大于一 是两个人配合 差强仁义 还混得过去 还不会让人家觉得啊 摇头 这个是大于一 一加一等于二呢 那这一笔生意 就可以谈谈看了 就是说呢 两个人合起来 更有力量 达到两个人的力量 那最好的状况是什么 大于二 两个人合起来呢 互相成就 互相更完美 那这是好婚姻 这个叫共结良缘 就是这样 再来呢 一加一等于一呢 就是夫妻不分彼此 合为一体 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状况 不分彼此啊 夫妻一条心 黄土都变成金 就是这样的一个婚姻状况 好 这位同学们 你们以后的婚姻心理 有数了没有 好 最后呢 推荐给大家 一种关系叫 一加一等于无限大 无限大就是呢 我们的夫妻关系呢 能够成为往后子孙的榜样 那就无限大了 在宋朝时候呢 有一个读书人呢 叫刘廷世 他呢 书呢 也读得很好 刚好 还没去考竞士以前呢 有一门婚事 跟他们 他的家人在谈 结果就在口头上呢 答应了这个女子 那是口头 结果后来呢 他考上进士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了解到啊 这个女子啊 眼睛瞎掉了 然后对方啊 心里就觉得很难受 自己的女儿啊 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而 这个女婿又已经考上进士 他觉得这样高攀了 就退 要退掉这一门轻事 那这个刘廷世很坚持 一定要娶 不然这样好了 还有一个小女儿 就让他妹妹嫁给你 好 诸位同学 好不好 你们会怎么决定啊 会不会说 啊 好险 幸好还有个妹妹 其实当我们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就没有资格谈爱了 爱是什么 用心感受啊 用心感受对方的心情 感受对方的 需要 当我们设身主地想到 一个这么年轻的女子 她面临要走入婚姻的 那一份期许了 结果现在呢 又双眼瞎了 那对她的人生是多重的打击啊 假如这个时候又把她妹妹娶过去了 你看她这一生有多大的遗憾跟无奈 所以读书人士 我心已经许诺了 我这一生绝对不违背我的这一颗心 所以刘亭是讲啊 无心以许之 岂可背离我的初心 背离我的良心呢 所以刘亭是坚持啊 娶了这个女子 我们想想看呢 这个女子 踏入他们的家的家门的时候 一定是尽他全身的力量 尽他所有的能力 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家 你真正啊 道义对人十分啊 人家会还给你十二分啊 所以这个刘亭氏 他们夫妻的这一个道义呢 流传了千年了都不断 当时候的这些读书人 一看到刘亭氏的榜样 都不会因为 也不敢因为美貌 因为钱财权利啊 而抛弃了自己的原配 所以这样的读书人啊 是影响了整个时代的正气 整个时代呢 夫妇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 一加一等于多少 这个无限大就是呢 我们的夫妻关系啊 能够行为示范 能够当世间的榜样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照汉情 我们扮演儿子的角色 扮演父亲的角色 扮演夫妇的角色 领导的角色 朋友的角色 兄弟的角色 我们都能做出榜样来 这个就是留取担心 照汉情 我们的精神 能够绵延下去 那这一生啊 是正直的 爱的心地是无私的 爱的行为是成全的 我们从这几个相度来看 真正呢 都是感受对方的需要 甚至于是信任对方 肯定对方 那一定是让彼此都感觉温暖 但现在很多夫妇之间 男女之间呢 相处起来呢 比较多痛苦的现象 这个就是啊 不是欣赏对方 不是为对方设想 而是处处要求对方 批评对方 才会感觉啊 不舒服 所以有一个女子呢 一个太太他就说了 我看我先生啊 很不顺眼 因为呢 他都常把他先生的 拿去跟其他的先生比 那难怪他的先生啊 会受不了 而且很有意思呢 这个太太说呢 我觉得我已经够贤妻良母的啦 那孩子还我自己带 家里我也常常打扫 我已经够贤妻良母的 诸位同学们 你们觉得他够不够啊 今天你碰到一个孝子 这个孝子会不会说 我跟你说啊 我爸爸能生到我 真是他烧了八辈子的好香 才生到我这个儿子啊 你这么一听铁定 他不是孝子 孝子的心中 时时想着 我还有哪里做得不够啊 真正道义的夫妻 一定是也想着 我哪里还不够 哪有说我够贤妻良母的啦 那个真正 互敬互爱的夫妇啊 你今天称赞他的太太说 哇 这个你把孩子教得很好 你这个家 这个照顾得很好 这个太太马上说 没有没有 都是我先生的功劳 都是他在外面这么样的奔波啊 扛起这个家的重担 孩子也是效法他的 不是我的功劳 你去问他先生的 很有意思哦 他先生说都不是我的功劳 是我太太相夫教子 把孩子打理照顾得很好 让我没有后顾之用 都是彼此肯定对方 彼此感恩对方 这个才是道义的关系 反而说我够贤妻良母呢 那个心的背后就是计较 谁付出的多 谁付出的少 你看 我多你少 所以常常这种计较的心啊 怎么可能说会和乐呢 然后慢慢的呢 因为那个计较的心啊 就遮蔽了自己的眼睛 连对方的优点都看不到 只是每天在那里抱怨批评 所以我曾经遇到 在珠海的时候 遇到一位太太 她说 我说呢 夫妻要白头偕老 守住一句真言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这不止夫妻是这样啊 人与人的关系 只要你守住这一点 关系会越来越好 结果我一讲完啊 第一排这位女士说 没有优点 她手举很高 说她先生没优点 这个时候呢 我非常佩服的眼神 走到她的面前 这位女士 你的先生没有优点 你还敢嫁给她 我真的太佩服你了 是不是没优点啊 是你看人的情绪 人的脾气 人的计较的心上来的 连先生的优点 完全看不到 所以确实爱应该是去付出 去欣赏 去关怀 这样才能感觉到温暖 好 这节课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